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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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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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究竟这台6400 有哪些地方呢 值得我们购买的地方呢 首先我要讲的是 它的对角能力 它对角得 class很强 你可以看来 我证过三字非常强 真的很强 初吻现在我是Panashun GH5 然后再走动 一边走动 一边再讲解對角能力 那其實你可以比較看看 Panasonic G-H 不是 不是Panasonic G-H 是Sony A6400的對焦能力超級如何 超級如何 我講錯了啦 意思就是說 Sony A6400在對焦的部分到底表現如何呢 那在我最近使用下來 我只能說 A6400的對焦能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一旦呢它對到你的臉 你想要離開它的追蹤 就非常非常難了 那這是讓我感到非常安心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 6400呢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它沒有這個無軸防手震 這個對我來講是有點可惜啦 畢竟 無軸防手震對於來拍影片來講的話 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當你拿著6400 在拍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在走動的時候 那個畫面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晃的時候 你就覺得 就算我拍出來畫面的顏色 或是整個畫質再好 但是畫面走動 就會讓我們覺得很難很難很難去忍受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拿著6400在這樣講話 那我們在進行影片錄製的時候 其實畫面對我來講是不可用的 是不可用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它裡面呢 加入了第一次的 觸碰對焦 對沒錯 在6400裡面 6400裡面加入了所謂的觸碰對焦 也就是說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使用 點螢幕的方式 然後來決定我的對焦點在哪裡 那你可以實現一種 對到前景跟後景的那種效果 我覺得這點還不錯 但是它觸碰螢幕僅限於 僅限於在對焦使用 你在操作菜單的時候 你依然不能點贏 螢幕上面的菜單 去做任何菜單的選擇跟調整 這點有點可惜 這點是有點可惜的 那 在這邊呢 我們今天所拍攝的影片呢 我們會用 終於的A6400然後搭配上這一顆 16-50毫米的這顆鏡頭來進行影片的一些拍攝跟錄製 那我們今天要測試總共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使用內建的麥克風來進行影片收音 第二個方式就是用左動的方式來進行拍攝 那我們看看這個畫面的硬定度到底好不好 還有我們還會來測試 在FHD模式下的120FP的一個高速的慢動作攝影 那我們總共測試這幾個方向 還有果凍效應 果凍效應 我相信這一點大家也是 蠻在意的一個點 這是果凍效應的部分 那在6300跟6500上面 其實果凍效應還是蠻明顯的 當然APS-C的機種 或者是這種尾單 果凍效應是比較難以避免的 但是在於抽風箱這個問題 我剛跟你講 在6400上面 你幾乎會 我會看到這種所謂的抽風箱的球形 應該是很難的 應該是非常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使用6400來做一起真正的來使用 讓大家看一下到底表現的如何 那我們這兩台分別是使用GH5跟A6400來進行一個影片拍攝 那我們現在都是用左動的方式 那GH5有一個5軸的防手震 那6400沒有機身的防抖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很輕易的比較出來在GH5這邊跟A6400這邊 哪一個機器的一個防抖能力比較好 那我想應該不用我多說了 應該是GH5的防抖能力效果比較好一點 等一下 好那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用跑步的方式呢 來進行一個穩定的測試 好來 過來 好 好 等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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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 全力的 衝刺 來做一個 跑步的跟焦 跟跟拍 還有穩定性的測試 相信大家應該很清楚的看到 誰硬了吧 6400在穩定的部分 真的 不要上穩定器 如果沒有上穩定器的話 畫面就是很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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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這段影片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對焦 對焦 我們看看哪一台機器呢 的對焦能力比較好 好 往左邊 往右邊 往左邊 往右邊 往後面 往前面 往前面 蹲下來 站起來 好 蹲下來 站起來 好 那你覺得哪一台的對焦效果比較好呢 那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點的話 應該是6400會好一點 因為6400呢 它加入了 Sony全系列相機 的一個全新功能 叫做 即時追蹤對焦系統 那 這天的測試 確實 確實 它把你的 臉呢 它會把你 鎖得緊緊的 也就是讓你逃不出它的掌握 那 在這一點部分的話 其實 GH5要努力一點 GH5要努力一點 如果GH5的對焦 能夠再好一點 不是望向6400這麼好 但是如果你能 再進步一半的話 我相信 GH5 會更好的 會更多人喜歡的 那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追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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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追得非常非常的緊 真的 真的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呢 測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關於 影片拍攝的時候的人臉的 對焦 追焦 誰 比較厲害 你 有答案了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 測試一下這個 A6400 A6400的這個 FHD模式下的 120FP 慢動作 所以 那現在剛才有 現在剛好有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去 拍攝 這個葉子 晃動的這個情形 那我在這邊必須要講一下 Sony在拍攝深刻畫面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把聲音錄製進去的 然後還是可以使用 S-Log檔來進行影片錄製 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dado一下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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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測試 就是說6400 對就是6400 6400呢它因為它這邊呢 它熱靴坐在這邊 那熱靴坐在這邊也就一個問題 當我們把熱靴坐拔掉 然後呢麥克風插在這裡 那插在這裡的時候呢 你的螢幕拉上來 這樣就會擋到了 對就是你現在看到這樣 這邊就擋到了 那這樣怎麼 怎麼進行收音 然後又去透過這個螢幕 來看到我們自己呢 然後這樣怎麼構圖 這樣怎麼收音 你像佩奈說用一個GH5 GH5就很方便 來我們 我們用6400來錄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GH5好了 來GH5來 對你現在看到GH5它就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 側翻的螢幕 然後前面就是有一個指向器麥克風 所以我就用這種方式呢 我就可以來進行一個收音 對不對 對啊你看這個整個收音是非常方便的 那因為6400沒辦法這樣子 所以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這樣還叫做 還叫做 還叫做YouTube的神器嘛 那其實還是有方式可以解決的 你可以去淘寶 或者去一些購網站 去買一個L型的快拆板 放在這邊 然後L型出來 這邊就會多一個熱血做 所以這邊呢 你的指向器麥克風就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你的螢幕呢 還是可以翻起來的 像你在收音的時候 麥克風在這邊 然後螢幕在這邊 你這樣還是可以進行一個收音 還要同時可以進行一個 用螢幕來進行勾圖 還是可以啦 只不過有點麻煩啦 如果說6400它可以做側翻 它可以做側翻的話 那當然會好一點 像GH5這一點就 贏了蠻多了 好 那我們經過剛剛以上的一些測試呢 跟一些來 拍攝畫面呢 我大概在這邊做一個總結 如果你本身是需要一個 畫面很穩定的機器 那你又常常在著動來進行一些 Vlogger拍攝的話 那GH5會很適合你 因為它真的畫面非常非常穩定 那尤其它有4K60P 4K60P其實是一個 很誇張的一個數據 以6400來講 它目前只能做到 4K30P 或者是FHD模式下的120P 那GH5有10K60P 跟180fps的一個 超過速的一個生活畫面 那 這樣子就代表6400不好嗎 其實也不是 6400擁有現在所有的 微單裡面最強的 追焦系統 它這個追焦系統 就是把你的臉鎖住 基本上它就不會迷交了 很難很難迷交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個 很穩定很可靠的追焦系統 那你就選6400 那至於穩定畫面的話 還是可以解決 你可以上穩定器 對 那如果說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個 有關於熱靴擋住這個螢幕 造成你構圖困難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解決 買個L型的快摘板 或是你是乾脆上個提籠 買個small rig的提籠裝上去 你可以裝鍵視器 又可以裝 SESC麥克風 這樣還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出去只是想要輕便而已 像這樣拿著就拍了 6400 OK OK 但是 但是 記得帶腳架 因為 腳架踩上去 你 畫面才不會晃動 那如果你想要邊走 邊拿 邊錄 邊拍 就是GH5 就是這樣子 沒有其他的選擇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您覺得我們頻道對你有幫助 歡迎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鐵 我是吉克基哥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